我一次都很忘了 第一次都不用那樣開腳 之前都會開腳 近期加入三立台劇 甜道的龍玉生 宣布和何一佩結婚的好消息後 首度獻身 臉上也洋溢滿滿幸福感 其實我們原本沒有打算 要特別觀看這支 我們就覺得就是兩個家庭 然後好好的低調獲勝 然後後來想想 他遲早就問到這一題了 那就 那就在雙十一的時候 光棍節的時候 分享這個喜悅 然後 發完文那天 然後大家這樣轉發 然後我就跟一佩說 因為我覺得 發文你不發更不真實啦 發文真的就啪 就是各種訊息 然後一直來一直來 然後突然間一下子 然後大家都知道了 上槍手下來 然後有時候就會問一下說 欸 請問你真的會想給我嗎 然後反正就問問問 那拜登會這樣問 對 就拜登會這樣問 然後問一問 就是會聊到結婚戒指這件事情 看到一款戒指 就開始存錢 然後存到錢了 然後就在那邊就跟他吹 就是在現在在拍的是不是 他的是另外一個顏色 是秀閒這樣嗎 是秀閒這樣嗎 是秀閒 是秀閒 你手不要伸出來 你手不要伸出來 通常都會這樣子拍嗎 好 這樣 我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我現在很緊張 然後我手拍 第一次秀這樣 對 坐在走 應該不能拍側線 所以你有問說女神的戲 為什麼會是這樣嗎 她當下的回答 其實我滿感動的 可是她就說 只要是妳的話 我們通通裡面都會 蛤 這回應真的閃下大家 在劇中 龍宇生跟賴玉婷 和李瑞勝 將上演一段三角戀 身高都很高的他們 也笑說合作起來很方便 應該是整個的基礎 最高的三位 我們三個應該算 會心很舒服 也不用見視線 對 這樣也不會太突兀 對 好久沒有抬頭 妳這麼演戲 又被罵了 有啊 渣男 噁爛什麼 都有的 超多的 只是他們又被打而已 我可以接受這些事情 就是變壞 什麼變渣 我覺得這事情 對我來說 覺得還滿簡單的 那後來我真正拍攝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好像有點過不太去 因為在跟他對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是很挺密的 突然要對他變成這個樣子 會覺得 好像有點乖乖 廖凱洪應該還是 還是對林子彤有一點的感覺 他不會說真的 完完全全就是換了一個人 所以真的是為了錢 真的是為了錢 因為家裡沒錢嘛 然後他也不會賺嘛 所以 欸 我台詞裡面說 我這五年賺得比你還好 真的 你去開了電紗之後 那你太太看了你的那個 演出廖客選點 她現在就開始懷疑 我的洞場去哪裡 你下班了嗎 去哪裡啊 所以我為什麼都沒有說啊 她說你現在真的很渣 你很壞 然後我 她媽媽她那些阿姨就說 你這樣教你老公表演的那麼壞 在電話不決心 我可能每天都會很漂亮 就是最熟悉的一套衣服 然後那時候 那我常常教女的時候 就常常在發放 那是我最熟悉的一套 教女也是一個就是 受不了打擊以後 直接情緒跑掉了 我到前一陣子在看到那個留言 都喊人說 這一間音樂 那越挺衝 從天之上 關到現在 接下來會有不少對手戲的他們 隨著天道劇情越來越刺激 三位長腿組合的後續發展 也讓人更加期待 完全贏樂 連平文蘇俊鴻採訪報導 完全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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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prominent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